这就是千年古盐田 你看那个石头上面晒的都是盐 我们现在在海南丹州 就是那个被流放的地方 然后我们现在去吃一个 用千年古盐做的盐焗鸡 我们去尝尝 做这 盐焗鸡 盐狗鸡 盐狗鸡 瞎说的啊 鸡在哪呢 我们四个人吃俩应该差不多吧 烫的 烫的 我喜欢橘的那个皮颜色深一点的 是吧 很烫 吃个点 好 好香啊 我在这都能闻着味儿了 你看它闷了一个小时的 这个鸡都已经出汗了 上面还油汪汪的 尝尝这个用千年古盐田的盐 焗出来的鸡 哇 贼热 哇 好烫啊 你看它下面还流汁呢 超嫩 听到鸡叫了吗 听着鸡叫 然后吃着鸡肉 来的时候你就能体验 最原始的吃鸡状态 里边鸡水特别多 而且这个鸡没有其他的条 没有什么花椒大料啥的 它就是用千年古盐田里边的盐 就只是盐 你当吃热吃 只怪鸡就长了两个腿 我特别喜欢吃就是鸡到这个程度的样子 你还能吃到那个皮里边有点 那个焦焦的味道 好爽 春菜咋了 这个鸡真的就是全身最够劲的地方 就在这儿了 你吃一个 我们吃应该就是这个鸡 鸡我再要一个椰子 对 要冰冰凉凉的 要两个 三个 四个 四个 三个 哈哈哈哈 有没有人爱吃鸡皮呀 它这那个鸡皮是坦坦的焦焦的 主要没啥油 一咋也不啥 它是用纯柴火焗出来的 就真的你都吃出这个烟熏火鸟的味儿 这个还是比较原始比较野一点 回来吃盐炉鸡从来没蘸过料 这你刚上初摘的叶子吧姐 对对 哈哈哈哈 你怎么打扰了 这里面放的是黄皮叶 哪个是黄皮叶 这个 我们当地的一种果汁 我们还发现鸡肚子里边还有黄皮叶 对 这里还可以 这么多可以去那个新墓 黄皮这个水果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反正我不吃这东西 有饭要吃这东西 哈哈哈 留给你了 哇 差不多了嘛这些 然后吃怎么乱七八糟 把这个历史吃了 这个鸡皮就有点狱咸了 来 李小姐 来 李小姐 这就是苏东坡流放的地方 你还可以去它故居看一下 我觉得它流放住的地方挺好的 可大了 你看那时候要流放到这边来 又得坐船又得骑马 第二句是演的是流放的时候 都要走路过来 但是这太远了吧 这里你要去京城的话 它可以好几千公里的 这个鸡让我啃得四分无裂的 我听了 剩了个鸡架 你别看它颜色白白的 但是来海南你一定要尝一下 这个原汁原味的东西 它没有特别多的调料 今天就这样 后来再次说的 反正我们明天见 拜拜